我跟你講我真的是一個好老公 我連車上都有免治馬桶 就是 我女兒常常會在車上 想要尿尿扁扁 我女兒不想去外面 那我老婆有的時候會太急的時候 我就會給她買一個那種 可以大人也可以坐的 我車上隨時都有 好不好 要便便來我車上來啊 所以是什麼大腦急到這 來 好好講 我基本上覺得 男生跟女生是完全不一樣的動物 那大家要記得就是換位思考 其實你們的是 不管生理結果 不管荷爾蒙 不管你們對於一些壓力的應付 完全都不一樣的 其實我們剛剛其實黃醫師有提到 那叫腸躁症 其實我們所有器官最像女生 就是我們的腸胃系統 它非常纖細的 你只要一緊張 你就消化不良 一緊張的話 因為它是叫 潘老師覺得 她以前婚前好像都沒有 這樣的情形 為什麼婚呢 這就是 鎮姐 鎮姐 對 我不要錄了 我不要錄了 沒關係 我們從頭到尾都在整備 對不對 不是啊 對 我們看她 如果不像就 不是 她平常 我跟你講 昇龍活虎 我老婆是獅子座 而且有屬猴 你看看 她每天 病病給我了 她怎麼可能 她是逞強的 因為我也是獅子座 對啊 好可憐 這樣也可以 好可憐 好可憐 那第一個 剛剛那個李醫師提到的 就是 經痛真的有可能前十五天 後十五天都不舒服 那當然這真正的疾病 叫貧血跟疲倦 其實我們六個女孩子 有一個大概就有 因為跟生理期有相關 然後一直在流失很多 那什麼叫貧血 你們可以 男生比較難理解貧血 貧血就會讓你覺得 你好像在感冒 有沒有想過 你一年到頭都在感冒 那種情形這樣 很不舒服 所以那就是很累很累 第三個女孩子很容易腳水腫 因為到下午之後 叫生理性水腫 或者說我們講說 那個體質性的水腫 所以他們到下午四五點的時候 腳就會很痠很痠 即使沒有在走路 那這個比例更高 超過一半的女生都有 到下午會水腫 所以你的老婆如果跟你講說 她腳好痠 你說你根本沒有走路 為什麼腳會痠會脹痛 這個也是有可能的 那另外一個叫 其實我們前面也提到 因為女孩子的那個神經 比較纖細 其實很多不管現在 壓力型頭痛 或者說緊張 你一緊張 這些脖子就開始緊繃 緊繃就會覺得 整個有一條拉緊 拉緊的話 這邊就會開始壓力型頭痛的產生 其實女孩子你會發現 事實上這些疾病 都有可能在 太太即使她都很健康的情形下 會產生的 所以大家 好爸爸要多體諒一下 真的好愛洪醫師 洪醫師 不能沒有洪醫師 怎麼是要再控訴我們女生 你們男生才瞎 因為剛剛 洪醫師長年還真的都是 生理上的症狀 我跟你講 我真的就幫我們家老公 直接帶妳去醫院 直接 我就帶 妳要跟我來這一套 我就帶妳去醫院 好狠喔 我們家現在那時候 在台北的時候 因為老外 他週末都喜歡出去 要週末 週末要出去喝一杯 那我有空 我們當然就一起去舞 大家就喝 那有一個禮拜 我最記得一個禮拜五晚上 我因為要露營 然後我說那妳就自己去玩 好 她就說好 她就自己去喝 給我等到一兩點 這個人從來沒有這種紀錄過 我跟她說怎麼可能 再怎麼喝 妳不可能喝到一兩點回來 我想說妳回來 一定是個醉到醉醺醺醺 結果沒有回來 真的是一回來 跟我演這招 一進來 結果眼睛真的好大 這樣一直抖 我說妳幹嘛 他說 老婆 我覺得我不舒服 我不舒服 我說妳怎麼樣 不舒服 我整個人全身發抖 她就給我站在 就坐在沙發的時候 就這樣一直抖 這樣抱一樣 一直抖 一直前後搖 我跟你講 我覺得好像被人下藥 我說 沒有可能喝到假酒 有可能 他兩個都喝到假酒 男生被下藥就對了 對 我想說 再怎麼聽我名言 都是什麼女生去舞蹈被下藥 怎麼讓男生被下藥 現在男女平等都會 對 我說那被誰下藥 說我們就一排人坐在那邊 然後我們大家就聊天 旁邊又有個女生 他就一直在跟我搭 我都一直不理他 我都一直不理他 白眼 他說那他怎麼下藥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還在那邊抖 還在那邊咬 我也不知道 我說那不然我叫一一九 你真的太嚴重了 真的 妳要跟我來這一趟 我就叫啊 然後醫生說什麼問題 我說他說他喝酒被下藥 我真的翻白眼鏡 醫生就這樣寫寫這樣 蛤 那因為他們急診室 是有什麼醫病什麼診斷 要跟他一起的 對 他這種根本也沒辦法分歧 那怎麼辦呢 就只好出來那邊 我想說那醫生現在要怎麼辦 那我檢查也都好 OK 那我們給他打個點滴好了 結果就在急診室 一直給我五到早上六點 我才回家 是必須的 那個點滴太有用了 對啊 對 以後就去那一家 男人 男人請 他被點滴字 對 他被點滴字喔 謝謝 這個一定要問我 因為我是那個腎臟科 因為你很常 可以探一下 腎臟科就是服務科 其實我真的是在那個 總醫師那一年 看過太多被下藥的 真的嗎 去夜店真的要小心 我真的眼睛 不要離開你的飲料 這種機率真的很高 所以男生也有 最有 最多最多 已經弄了年輕飄養的女生 也有可能跟熟人去夜店 還是一樣會被下藥 那第二個是叫做 酒精跟食物的中毒 他可能吃了一些 安眠藥或他自己吃 他剛剛跟酒精加在一起 一加一大約會產生一些 心跳加速 膨膨放大 他好像講手抖那些 都是像 對 他的症狀都有啊 這些都有 對 這些都有 這種級別 你說為什麼打點滴就好 其實是真的 你就把它點 我們其實我們 我們不見得診斷得出來 它是什麼中毒 因為我們會篩選毒物篩選 那篩選就是一些 安非他命啊 什麼迷幻藥 安眠藥這幾種 可是有可能不是 這幾種的中毒 那這一類你用點滴給它 沖一沖之後 代謝完之後 這些就慢慢地恢復了 所以這種是有可能發生的 這種確定性 對 對不對 冤枉他 還拜他 長太帥了 心中沖滿了陰影 我真的病 老婆叫一九 對 而且老婆還想說 我一定是裝備 還幫我領帶去醫院 我們相信每天回家 我們都這樣看 被打得好好演 但這樣學起來了吧 我們知道你在做筆記 這樣對不對 不過被冤枉 應該心情就會很不好 對 沒錯 你們曾經 因為真的身體不舒服 另外一半卻覺得 你們在裝病的 請做答案 真的很不舒服 但是老婆或者是老公 會覺得狼來了 你根本就是在裝 來看看 美貞這個比較 抱小孩腰痠背痛 如果被誤會很難過 對不對 而且男人都無法理解 沒錯 因為她們就身強力壯 可是我們是瘦弱的女性 好嗎 你好像你又講她 沒有 你又這樣遵循 你今天是瘦弱 今天什麼天你穿瘦弱 你今天穿瘦弱 每天你數不定 你自己久還要高 你現在那個體態 很高 因為我們高來甜 你知道我們之前 小朋友比較小的時候 每天就是要抱 你哄睡也是要抱 胃乃也是要抱 每天都在抱小孩 而且像小孩小的時候 他們是跟我一起睡的 然後我有兩個小孩 所以常常起床的時候 我都發現我呈現一個 非常奇怪的睡姿 因為時常會一個小孩 在我的頭上 一個小孩在我的腳邊 所以我就被他們擠得很不舒服 然後起床每天就是一個感覺 就是 腰痠背痛 現在佩晉應該最了解 但現在就是在這個階段 而且我這時候 我的肩 那個頭大概只能轉最多到45度 太誇張了 我沒辦法看到J-Man的方向 因為實在是太緊太誇張了 那老公就一直覺得 我在無病呻吟 他一直就說 你就是抱小孩 帶小孩的姿勢都不對 你就是要調整自己的姿勢嗎 那過兩天 我老公就有一天 就比較早下班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今天 小孩你都不要碰 說我來顧 陪睡也我來顧 好開心喔 我想說聽到我老公 終於良心發現耶 他要順耀文啊 沒有 他讓我好好休息 結果隔一天睡醒來 我老公就一早就拿一張單子給我 上面列了滿滿的列列 什麼東西 所有就是要檢討 就是說你抱小孩要怎麼抱 要過著抱 不要站著抱 這樣會不舒服 你要抱小孩 如果從那個低的地方 要抱起來呢 要先深蹲 要先深蹲 就是要抱小孩 會想聽嗎 對啊 會想聽嗎 你就幫我抱就好了嘛 對不對 一切不就解決了嗎 腰痠被痛 可能是你 乳酸提起過多 對 這個問題 我們的醫生都在整個 回去 我跟你講 你要真正 告訴你真正什麼 叫做生病 我是一個怎麼樣 我是一個 可能就是對 我對我的學生 就像跟家人一樣 我從來沒有放棄一個 你現在這個時間 如果是在我上課的時間 錄影 我選擇上課 我不會錄影 我絕對選擇上課 我不會錄影 所以你最近課不多嘛 所以你剛剛看到他 不是 我才一直在 在節目上很兇喔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隨便 在我的社群網站去問 每一個學生 在班上有看到 我拿了點滴到教室裡面 去打的人 你真的很浮誇 真的耶 我跟你說 真男人 我跟你講 真男人 是不是 真太會騙 這是國法 班老師 你是教游泳舞表 不是教書 不是教書 German 我要告訴你這件事情 我的學生 跟你們的學生不太一樣 健身房是買 健身房你只要是買入惠 隨便他可以選擇 他想要上的每一堂課 對 我的學生是沒有 我的學生是刻意 單獨買你這堂課的人來 For你這個人的 我現在如果 突然我生病了 然後我今天晚上不能去 我如果今天不去 學生們會走光 對 抱怨會太多 會抱怨 OK 所以我 今天我到院 我就下午 譬如說我現在錄完了 我趕快就去打了一個針 然後我跟那個醫生說 如果可以把這個東西 因為護士小姐 是我班上的學生 他跟著我一起 把頂弟帶著去 他在旁邊拉著 好誇張喔 我一樣放 我一樣放我的音樂盆 請注意 注意跳 那表示我到現場了 各位朋友 老兵不死的精采就這樣 他就是裝上尿袋 也要帶你們跳 沒有 沒有 用尿袋 好感人喔 尿袋 哪裡來 尿袋太多了 那個沈玉琳用得到 我現在還不會 好不好 我跟你們不一樣 我是靠勞力在工作的人 開口講話也要勞力 誰不靠勞力 誰不動作 我們動作打 所以我們會累 對不對 現在我們坐在這邊的時候 其實回到家 我跟沈玉琳 跟康哥會有一個習慣 三個人就FaceTime 老子 你今天弄完了 對 我們兩個就 大家就喜歡躺到那邊 然後你就發現 老婆在後面呢 幹嘛又在講啊 不是你已經在外面弄一天了 回來就不會帶小孩 嘴巴不酸嗎 可是不是上面 我是說我們回到家真的好累 真的 然後他又把所有的東西 他說這樣 OK啦 那沒關係 今天都是我在帶 小朋友都是我在弄 那你現在回到家 時間都是 你回到家的時間就是你的 那我小朋友 現在全部給你帶 沒錯 他又把它丟給你 沒錯 變成我上完課弄完了回來 我還要再帶小朋友 就是累 對 沒錯 我跟你講 有本事 你那個點滴就打得帶回家 對啊 在家裡打點滴啊 都可OK啦 你要把你那個 護士學生帶回家 對啊 而且把他真的可以自己打 對啊 你沒有人打這麼久的好不好 好不好 兩三個鐘頭 你也快打完了 反正都已經裝了 就給他裝到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采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ah